大家好 今天是8月8日,星期四 股市承接昨天斷定的势頭 今天再稍稍做好 而且日中的指數 今早曾經輕輕突破10天的平均移動 一會再做分析 先看看今早的市況 恒指早市先低下104點 去到16,773點 之後有少少拉鋸 一度再低下16,665點 但是低位沽額好像漸漸收斂 加上維穩的賣本開始出來 結果市況開始慢慢升上17,022點 升上145點 值得一提的是 這一分鐘指數已經輕輕突破10天的平均移動線 需要留意的是 10天線暫時在17,08點 如果指數能夠騎著10天線 或者跟10天線綑綁在一起 最低限度帶出一個訊息 暫時市況不會馬上試底 因為底是今月5日的16,441點 好了 8月份市仍然是先高後低 暫時未變 指數由1日高位17,408點 跌至5日低位16,441點 波幅跌到967點 由於一個月的高低位一般來說 不應該同時出現在三個交易點之內 當不知967點的波幅是小的 即是在8月份剩下的交易點 一定有更大的波幅點給我見到 問題是上波17,408點 還是再跌穿16,441點 所以很多事情都不太容易做一個判斷 又是一步一步去看 剛才提到指數能夠騎上10天線 初步好像一個斷定的勢頭 的確如線 因為望高少少是250天和20天線 分別在17,348點和17,324點 如果指數能夠修復這兩種平均移動市 都不用說 一定是趁機會挑戰今個月的高位 17,408點 如果能夠做到這一點 一定要看成交金額是否配合 因為大市如果沒有足夠動力向上推升 就算稍為做好一點 可能最終都會反反復復 事實上這個情況 過去幾個月我們見得太多了 股市就是因為沒有足夠動力 所以就算走高一點 都最終是反復受壓 目前市場的焦點 擺在日圓的拆倉行動 問題就是日圓一直都是低息 借了日圓的錢去買美股、台股、日本股市 買其他股市 但唯獨是沒有買到港股 所以港股持續無法受惠 面對環球股市 很多地方都創歷史新高 我們唯獨是私人讀潮水 真的沒辦法 但問題就是 當外圍股市逆轉的時間 它升就大跌不到我 但問題是跌跌的時間會影響到我 投資信心一旦受到外圍股市急跌所衝擊 或多或少都會影響到持貨的能耐 所以大家要留意這一點 這兩天的中海洋石油和中石油股價 是有少少斷定了 要看國際油價 我自己覺得70幾80幾元 暫時在區間性浮沉 中東局勢不穩 對油價始終是具備一定的挑戰性 刺激性 如果看好中海洋石油股 可以留意升展一隻 中海洋石油的擴論編號是26629 行使價是25.05元 到期日是2025年明年的2月 都比較長 實際上是7.2倍 給我參考 中海洋石油股價是19.4元 26629的擴論大概是1號1,9元 如果中海洋石油股價能升上21元 26629的擴論有機會見到1號9,5元 潛続的升幅有近63.9% 反過來,如果中海洋股價受壓 例如低見18元 這樣就無奈了 26629的擴論也會跌至6300 潛続的升幅是47.1% 相關資料是由升展提供 如果大家想知道 26629的升展883的構成 街貨和條款是怎樣 直接進入升展網站 再看得很清楚 平均 為何不公開 五個八方 五個八方 9個八方 八方 四個八方 三個八方 九個八方 五個八方 四個八方 八方 五個八方